有点累 有点笔贝 当然风雨过后最终是彩虹 是人生真的有品味的日子 可是这样要在人老面黄时了 也有人在年少青春时 就有好品味的生活了 但这是很少的 大多是通过多年的拼搏才得到的 因为我们大多是平凡的凡夫俗子 生肖鸡的人 生肖鸡的人天资聪颖 学习力极强 经过多年的打拼 他们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人缘颇好 从今天到12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20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好运连连 贵人撑腰 有望成为大富豪 他们有吉星庇佑 在职场很受欢迎 急得领导重视同事厚爱 机遇大涨 生肖鸡的人 生肖鸡的人工作上相当努力 在今年的事业上又贵人不断 在未来这几个月 生肖鸡的人会迎来良好的事业运势 工作上发展顺利 从今天到12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20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良好的运势 好自身的努力 让生肖鸡的人财富不断增长 事业一帆风顺 未来几个月的财运接连提高 生肖鸡的人 生肖鸡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 他们在事业上努力奋斗 不断地完善自己 向更好的自己进发 在磨砺中成长 在风雨中挑战 绝不是安平乐道之人 而在未来20天之中 萧侯人身上将会有大喜大跪 生肖鸡人 生肖鸡的人从今天到12月底财运滚滚来 不出20天能成为富翁 富贵不愁 自身的事业上发展顺利 在投资方面 属鼠的人有不错的眼光 有很好的发展 在这段时间 生肖鸡的人事业上得到贵人的帮助 进展更加顺利 良好的运势 让生肖鸡的人 获得更好得到进展 命中更是有财神相助 金钱收获持续提高 物质生活良好 生肖鸡的人 生肖鸡的人 人情恋达 谦虚谨慎 包容心很强大 只为取得更大的成果 从今天到12月底贵人运集中 富贵多得 同时和一中人停滞不前的感情 也会更进一步 正所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如果能锐意进取 发挥自己的潜能 事业上就能一帆风顺 生肖鸡的人 生肖鸡的朋友 从今天到12月底 横财难挡 亿万钞票涌进口袋 有高远的目光和远大的理想 他们大多都吃了不少的苦头 四处碰壁 有时候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能力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属羊人的努力 最终换来了甜蜜时刻 不仅在事业方面节节高 而且还有贵人辅助 财多福望 富贵迎门 生肖鸡的人生肖鸡目光远大格局 更是无人能及 所以从来不会计较一成一池的得失 是个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的人 必是一个一生富贵的脚 今天起20天之内 生肖鸡在职场可以官升多吉 在生意上则能兴旺发达 天喜天才运气飙升 生肖龙的人生肖龙的人 12月仕途稳妥 财运也是相对稳定 收入上平平稳稳 虽然没有出现大的财运 但是收入也相对可观 算是安居乐业 在未来的20天当中 生肖龙事业上 如虎添翼 因为天生的智慧 加上近几年的积累 将在未来20天之中 大笔横财进入 贵人帮助收获经营财宝 大笔财富 财富 大笔 不 好